《中暗6组》21年前上映推出四部 可以说每一部都是经典受大众认可 第一位 季节 王茜 剧中出演极恶如仇志勇双全的季节 视剧里颜值与实力担当于导演英戏生情 婚后作品无数丈夫去世后 以编剧身份回归 第二位 曾克强 李承如 李承如策划并主演了《中暗6组》 并夺得北京电视春宴奖优秀男主角 随后每年拍摄一部作品参加综艺圈粉无数 第三位 田蕊 孙飞飞 剧中的田蕊时新时代刑警思维活跃 巴掌大的精致小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今脸部僵硬古装美人变成整容脸 第四位 江汉 董勇 剧中出演侦察兵出身的刑警 梅庆木秀一个眼神就备受瞩目事业高升 后来成警察专业护生活低调美满 第五位 丁剑 王婷 在剧中是特种兵出身刚正不阿的丁剑 警察出身的他剧中可谓是本色出演 如今49岁是轻力轻微的银贫硬汉 第六位 郑一鸣 张朝 张朝在剧中出演谨慎的郑一鸣 凭借这部剧一炮走红好评不断 随后细路到头不温不火回归平凡 第七位 陶飞 王超 剧中出演六组组长拳头硬作封印 王超军人出身出演许多军女题材片 2016年还获得第28届全军金星奖最佳男主 最后一位 佟林 行云山 出演第四部中的六组组长郁正义携 实力派演绎成功拿下 各大卫视收视第一 入行三十多年佳作不断与妻子恩爱林飞闻 多年过去各大主演现状各不同 你看过这部经典刑侦作品吗